又是一年六一 孩子们的节日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常说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 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操场上 教室里 少年宫的活动中 都留下了这位大朋友 和孩子们的美好回忆 2014年5月30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 看网少年儿童 参加了少先队员入队仪式 体育馆内 以前一百多位孩子 正在举行少先队入队仪式 总书记站在孩子们中间 同大家一起高唱 中国少年先锋队对歌 并给一八班新队员 王燕尊带上红领巾 向他敬队礼祝贺 2014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新疆舒复县 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 他走进六年级一班教室 听两名学生朗读课文 做客喀什的部分段落 夸赞他们 汉语识字亮大 发音准 读得好 三年过去了 我和小伙伴们都长大了 我们都想你 2014年1月 习近平来到内蒙古 护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考察 在宿舍 他鼓励龙羊女孩王雅妮 和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颜致敬 好好学习 学业有成 并伸出大拇指 向他们学习雅语 谢谢 2016年5月30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大臣岛老肯荒队员的后代 浙江省台州市交江区12名小学生回信 去年习也给我们回的信 让我们备受哺乳 习近平对这所小学 有着一份特殊牵挂 1995年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发起千家企业建千校爱心活动 福州一家企业全体员工 捐款52万元 对建于1974年的延安杨嘉陵小学进行了重建 当年3月 习近平给学校校长写来一封信 信中说 有机会通过捐建希望小学 与你们建立联系 很高兴 2015年2月14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看望孩子们 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良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非常感谢 祝我们全国的各组少年儿童 节日愉快 他对孩子们说 每个人都是从孩子长大的 他曾亲切地与孩子们回忆自己的儿时 习近平总书记对孩子们说 我是1959年上学 1960年入队 总书记说 记得入队时心砰砰跳 很激动 他问孩子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孩子们回答 有 习近平总书记 对孩子们寄予殷切希望 时刻准备着 将来要接班啊 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有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 美丽的中国梦 也属于你们 美丽的中国梦 在水中 一面吹了凉凉的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